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 我是宁星 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威威卫视11月24号的 焦点对话节目 攸关中共高层人士的 中共18届六中全会 24号到27号在北京召开 今天我们就围绕这两个会议 讨论两个话题 六中全会气氛紧张 习核心是否正式的确立 中纪委权力急剧扩大 是否成了当代锦衣卫 参加我们今天讨论的 四位嘉宾分别是 独立评论人士 网络杂志 纵览中国的 专栏作家郭宝胜先生 中共党史学者 晚年周恩来一书的作者 高文谦先生 普林斯顿社会学博士 政治与经济学者 程晓农先生 政论作家 时事分析人士 陈破空先生 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 焦点对话节目 观众朋友 为了加强和您的互动 焦点对话建立了 专门的电子邮箱 来和您对话 这个信箱的地址是 焦点对话 也就是焦点对话的拼音 然后atgmail.com 欢迎您写信到这个地址 就我们的讨论话题 提出建议 并且就每周的话题 提前提出您的问题 我会每次作为主持人 挑选几个最精彩的问题 和评论 用在每个话题 讨论的最后部分 请记住 邮箱的地址是 焦点对话 atgmail.com 另外 您在节目现场直播中 也可以提出问题 我们也会在 时间允许的情况下 尽量的使用 好 接下来 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讨论 被视为习近平 人事布局关键战役的 中共十八届六中全会 24日到27日 在北京召开 尽管这次会议表面的主题 是从严治党 但是外界普遍聚焦两个看点 一是习近平能否在 继毛泽东和邓小平之后 确立在党内的核心地位 一是会议是否显露了 19大中共高层人士的 大致轮廓 那么习核心的确立 是否代表着 对于文革结束以来 中共政治模式的背离 是出于习近平的个人野心 还是形势所迫 习近平未来多年 拥有核心地位 对中国是货还是福 我们首先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 那么高温先生 请您先来评论一下 中共六中全会刚刚结束 依您的观察 您觉得最大的看点是什么 最大的看点 当然就是习被确立 被核心了 实际上从年初开始起 习就利用各种手段来造势 这个急切之行 异于言表 这回总算是如愿以偿 那么问题是 习近平为什么 这么在意这个核心问题 我觉得要从中共的话语系统来解释 所谓最后决定权 所谓这个核心 就是说最后决定之权 用邓小平的话说 就是说拍板说了算 那么这个是从当年 延安整风 毛经过延安整风之后 书记处会议正式做出决议 叫做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 那么习近平呢 他这个早已经大权在握 但是呢 他的手里面的这一票呢 并没有比别的常委票数 更大的含金量 最后到分歧的时候 他还必须要这个 就是数这个票数 而呢中共十九大的这个 这个人事安排呢 对于习近平是非常致命的 那么如果说习近平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 来一手主导十九大的人事布局的话 这个这是他最不乐意见到的 其实这个紧迫性和重要性呢 不言而喻 现在呢有这么一个问题 就是说习成为核心 被确立为核心之后 和真正的核心呢 这还是两回事 中间还有一个距离 那么习现在的问题是大权在握 同时又有这个核心的这个名号 但是呢 他缺少一个认清世界大势 顺应民意的这么一种眼光 当年华国锋 在粉丝斯人帮后 为实际上为共产党和为中国人民 除了大害 但是呢 而且他有英明领袖的这个 这个封号 但是他没有认清大势 没有顺应民意 最后被邓小平占了先机 最后被迫下台 而邓小平由此确立了 他政治上的第二春 确立了自己的改革开放的历史地位 这一点希望习近平能够吸取历史教训 好的 郭宝胜先 您觉得这次六中全会 有没有什么让人感到意外 或者惊讶之处呢 比较看到就是有特色的 就是他这个习核心 很顺顺当当的给列出来了 你看他的全会棍报这个首和尾 都是讲这个以习近平 统治为核心的党中央 你就说明他的大权在握 整个局势 他们全面掌控 所以说对习派是非常有利的 但是关于其核心还有一个看点 就是这个习核心和江核心之间的 一个矛盾冲突 实际上是开始更加的白热化了 而且从那个习核心的角度来看 他不愿意做第四代核心 他要做第三代 就是毛泽顿 邓小平之后 就是习近平 甚至是毛泽顿之后就是习近平 因为他的这个野心 格局要实现中国们 要实现强国们 从这个角度来说 他要成为继毛泽顿之后的第二个核心 所以这个核心的话 就要把江泽民这个核心给抹杀了 或者说你就是一个过渡人物 就跟那个邓小平说的 这个赵紫阳 胡耀邦这些都是过渡人物 他也要把这个江泽民他们 要作为一个过渡人物来对待 而且呢就是19大布局的话 也要跟那个江核心的势力 要这个全都铲除出去 所以就是说下一个看点 就是这个习核心 和这个江核心的这个矛盾 更加白热化 党内的这种侵袭 会更加的残酷 我想 好的 程小龙先生听听您的看法 我一点都不觉得意外 因为今年2月2号 主持人宁兴 对我做过一个专门的采访 在美国之音上 就是习近平这个导引之下 其指何方 我当时就预见到 会有今天这个结果 我想指出的呢就是 习近平现在并不是改变了 中共的政治走向 他只是改变了领导模式 把中共从改革开放开始之前 那个集体领导模式 改回去成了个人集权模式 因为是有这样一个根本的改变 所以我们听到核心这个词的时候 应该区分出来 他和这个江泽民时代 那个集体领导下的江核心 完全是两回事了 从某种意义上讲 他更像毛泽东 因为毛泽东时代 虽然是个人体权 毛泽东不需要核心这个旗号 他有个人崇拜 习近平现在没有个人崇拜 所以他需要核心这个名号 但不管怎么样 他在政治领导模式的这个框架里头 习近平现在的大权在握 不仅仅是个野心问题 我觉得更大程度上的实势所迫 这个我们后面可以谈 但是他的权力要高于江泽民 好的 陈伯宫先生您的看法 陈伯宫先生 听得见吗 听得见 请讲 习近平虽然取得了核心这个称号 但是非常勉强 来得非常勉强 我这个细读六中全会的公报 发现了很多的玄机和玄妙 这个应该说这是一个威胁和妥协的产物 这个威胁就是在会前 比如说我们香港城报 追打张德江 追打刘云山 然后对对方的一个威胁 如果说这个不听从的话 那可能也会摊牌 但是从这个公报这样讲 也是一个火星 也是一个交易 它是用交易换来的 这个习核心只有两个地方提到 让我感到很意外 一个是开始之后的第六段 提到了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 最后在倒数第一段 提到了紧运团队 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 中间根本没有习 而中间的很多语言非常有权料 比如说强调 党集体领导制是党的根本原则 这一句话是怎么来说 对领导人类宣传要时日及日 不得吹捧 这是对习近平的量身并做 也就是这个交易是怎么达成呢 比如说那一派 比如说二章一流那一派 这时候说好 我同意接纳你这个协和性的地位 但是我们有条件 条件就是集体了之 常委分工会的变化 那么这个习近平最后跟王岐山一看 自己在政治局常委 政治局中央部队都是少数 都是因为18大所安排的 这三大中央机构就是少数 这个习近平他们就是少数 亲习近平的人马是少数 说在会前只有一个人表态 支持其核心就是李鸿忠 天津市委书记 所以说这个习核心来得非常不容易 习近平并没有大权在握 目前的这一届中央晚会 政治局或政治局常委并不是他的人 他对就由此可见 他对19大的期待有很高的期望 希望19大换届之后 自己的人马至少给占到60%以上 这样才是真正的大权在握 应该说他相当程度上大权在握 但是大权真正的完整的大权在握 还有一步之遥 这是还有距离 好的 我想不管这个习核心建立的 多么稳固还是不稳固 我们知道这次会议的重点 是通过这个党内政治生活准则 那么很多分析人士都跟 把这个准则跟中共在1980年 通过的这个党内政治生活的准则 做一个对比 因为当时的这个目标 是坚持这个集体领导 反对个人专断 来避免这个文革的错误 那么相比之下 这一次的党内生活准则 好像有点回归这个权力的集中 那我想听听高凡庆先生的意见 就是说您如何看待 这两个生活准则的 这个之间的不同 是否意味着 从现在及中国 像刚才程晓冬先生说的 这个领导模式会有改变 由集体领导到权力集中 显然比较 稍微比较 因为我是80年代 我在这个中央机关工作 当时在关于这个80年代 那个党内生活那个准则的 和今天这个21世纪 2016年这个准则六中全会的 可以说是南辕北辙 我觉得的话呢 前者呢 是代表了时代的进步 那是在文革这么一种 结束文革这么一个背景下面 那么人们痛定思痛之后 强调集体领导 反对个人专断 这个是反映了历史的趋势 和人心的向背 而今天这个六中全会 通过这个准则呢 相反的是要为这个个人集权 来这个章目 而且呢 打着一个旗号是新形式 什么新形式 现在是21世纪 是民主宪政的这个时代 是普世价值的时代 结果的话呢 用这么一块这个国脚布 来遮掩着实际上是一个 这个为这个独裁 来专制 来这个章目的这么一个实质的内容 我觉得在历史上的话呢 一点进步意义也没有 迟早会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好的 郭宝胜先生 现在这个党内生活准则 还没有正式的发布出来 但是我们从前后的一些评论 一些消息看出来 它确实是要改变 改革开放以来的党内的生活这个准则 就是当时那是八十年代 对文革进行反思 然后坚持集体领导反对个人独裁 然后提出来之后呢 也很受这个全国人民的喜欢 人民知道就是一人独裁 全党遭殃 一人独裁全国遭殃啊 对吧 遭殃了几十年呢 后来有这个集体领导出现 然后这个邓小平 还有江泽民 胡锦涛 都是坚持这个集体领导 但是现在看这个习近平呢 他把这个全都要颠覆 全都要犯过来 但是强调他个人的这个集权 他的理由就是形势所迫 一个是党内腐败 太厉害 要重演制服呢 必须要有个人的强权 这个是国内国外的形势 新疆西藏 台湾香港的独立的形势 而且我们要占领南海 而且要拓展这个太平洋 实现这个军国主义的强盟啊 这是他个人独裁的一个 很大的一个理由 所以说邓小平是富国 我现在是要强国 所以你看到就是说 他的这样一种独裁呢 实际上受到很多人的这个喜欢 晕代 所以他实际上 刚才陈破坏先生呢 他觉得权力不够集中 不够稳固 实际上你看从这个全会公报 顺顺当当地下来 核心的这样就确立 你这看着他确实是大权所在 而且你知道江泽民的 那个核心的封号 是邓小平给他分的 别人给他分的 这个是他习近平自己给拿的 全会一致通过的 所以这个权威性啊 就完全不一样 所以他的这个政局的掌控程度啊 实际上是已经是相当高了 对 我想听听程晓农先生的看法 因为您刚才说到这个 习近平这次这个权力模式的转变 你觉得是形势所迫 那么我们知道中国的官媒 也都是在说 目前这个形势是一定需要一个 强有力的领导人 所以这个核心是形势所迫 一个适应新形势的做法 那么我想听听您的看法 您为什么说习近平的这个 新的模式 也是一个适应新形势的一个产物呢 我觉得需要有两个眼光去看 一个是长程 一个短程的 短程的就是习近平上台前后 18大前后开始的 党内高层的权力斗争 那么在这个背后 还有一个就是 由于腐败已经造成中共这个大船 进入危局状态 所以这个如果说不反腐败 这个船要乘起来会提前 对习近平来讲 他急切希望的是让这个船 继续稳定下去 不要马上沉没 这是他必须要反腐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那么另一方面 从长程角度来看的话 其实习近平所面临的 远远不是这个江泽民 或者是胡锦涛 他们当年遇到的这个局面 就是说现在这个经济的状况 是急剧恶化 目前东北几个省和山西 已经出现了明显的 大范围的企业倒闭或者破产 财政收入急剧的萎缩 地方政府束手无策 在这个状态下 整个经济的恶化 还会迅速地蔓延到各个省市去 这个时候对习近平来讲 如果说他还想让这个船走下去 而不沉掉的 他必须要改变现在这个 所谓的领导模式 因为集体领导模式 已经被证明在过去三十几年当中 造成了高层的权力格局 助长了腐败 形成了上下结合那种互相保护的关系网 这一切不但是阻挠着这个反腐败的进行 更重要的是会加速中共的灭亡 我想习近平看清了这一点 他是在救党 好的 我想听听陈破空先生 对于刚才陈晓龙先生说的 习近平现在集权是出于这个形势所迫 那么您对于他这个说法 您有没有什么评论 这个我跟小龙有不同的看法 情况恰恰相反 他们对形势做了错误的判断 或者做了错误的解读 或者说他们找了一个借口来集权 说是这个腐败 说是这个没有说经济下滑 但暗示 说是这样的情况下集权 恰恰相反 因为反腐败是得民心 不得党心 不得这个关心 你得民心的话 你就应该跟人民相结合 走民主化的道路 用那个民主 用人民来监督政府 那么你现在官员都得罪了 党员都得罪了 你又在党内搞这个集权 怎么搞得起来呢 所以说反而这个党内 这个抱怨很大 比如中央委员会 政治局 政治局常委 我相信很多人抱怨 很多人这个离心离德 所以这次这个六中全会结束之后 他们举行了一个记者招待会 由中纪委副书记 中宣部副部长 由这个中组部副部长 都是习近平的人举行的一个记者会 这个中组部副部长 依据就说明了问题 说执行这个条例或者是规则 就是为了针对中共高层 说高层有人有野心 有这个阴盟家是什么 就直接说出来了 也就是说习近平现在面临的反对 并不在中基层 这些地方大员也不是 他的反对还是在高层 对他的权力抵抗 还是在政治局 政治局常委这一集 甚至中央委员会 软性的抵抗 所以说在这样的情况下 明明他应该是跨向民间 走民主道路 就跟人民相结合才可以 而他恰恰是在党内去构建 他当然他现在也没有办法 他只能往左边走 他如果是往右边走一点点 表现出右一点点 更容易被推翻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看那个决议中所说的话 你比如说 刚才我说的 什么对领导人的宣传 要实施求是禁止吹捧 过去这四年来 只有习近平一个人得到了吹捧 没有任何人得到吹捧 所以这句话就是针对他 什么这个 你的背影 我的目光总书记 又是什么习主席来到了青海 又是这个嫁人要嫁 这个习大大这样的人 又是习大大挨着盆麻 所有这些都是过去四年的结果 所以说这一次的六中全会 还是这句话 是各方交易的结果 我想听听刚文谦先生的意见 我们知道这一次 大家不管怎么说 习和新智建立起来了 而且出台了 那么跟以前过去三十年的 这个集体领导 刚才我们提到 党内生活准则 有很大的一个转变 那么我想问 就是现在这个集权的这个制度 对于中国的党内的政治生活 和政治气氛 就是几十年来形成的党内 政治生活和政治气氛 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我想听听您的分析 我觉得会影响会相当大 那么实际上呢 这个六中全会呢 我相信将来在中国历史上 会有一笔 这一笔是什么呢 两件事情 第一 习核心 第二 两个条例 而这两个条例 这个本身实际上是一场政变 这个政变呢 我从什么意义上讲呢 就是改变了中国在粉丝文革 粉丝四人帮之后 那么所走的这条路 那么改变了邓小平 当胡耀邦 赵紫阳 这一些当其实是中共党内改革派 试图走的这条路 改变了这种政治规矩 而呢完全又重新回归毛泽东 回归毛时代 这种的话呢 将会的话影响将会的深远 另外的话呢 关于这个 就是刚才说到这个 习搞集权的问题 我想简单说两句 我觉得呢 这有内外两方面的因素 第一 就像小农刚才说的这个 这是实际上是整个 中共党内高层的 一种集体的焦虑感 那么呢实际上 习近平上来后 他为什么能够集权这么快 就是党内高层放任他 来应对这个危机 四年前的情况 今天的情况比四年前 就更加严重 经济已经全面恶化 那么在这个情况必须有什么 但是从习近平个人的因素上面讲 他内心深处呢 是想往宠拜毛的这一套 很享受对自己的这种造成运动 这个呢 是他非常不治的这种地方 这个呢 迟早会被历史所抛弃 好的 陈晓龙先生想听听您的看法 就是对于这次这种转变 对于党内生活 党内政治气氛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我和破空刚才那个说法中间 稍微有点看法上的不同 我觉得这次六中全会 这个党内生活准则的规定 这个明确地在强调 说是针对高层干部 我的感觉是实际上这个六中全会 是要用不达的形式 把一个新的这个没有成文的规则 在这个新规则的外包装下 这个宣布出来 这个新规则背后的前规则就是 过去政治局常委会 政治局成员表面上是平等的 所谓的这个总书记是班长 今后就不是这个关系了 而变上下级了 变成政局常委对习近平忠诚 对习近平效忠 对他负责 而习近平是所谓的一言九鼎 这种关系和文谦刚才谈到的 有点相似 就是以前只有毛泽东做过 习近平现在也要建立这样一种模式 那么这种模式究竟能不能成功 那是另外一回事 它该不该就更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我解读的六中全会 实际上新的党内规则 已经变成了一个高高在上的领袖 全党政治局常委会全得服从 这就是现在新的规则 好的 郭宝胜先生 我们知道大家这次六中全会 关注的另外一个焦点 就是有没有为十九大这个人事安排 也献出一些轮廓 那么您的看法是什么 一个就是习赫兴确定之后 为习家军入局入场 扑并了这个道路 因为他是习赫兴嘛 而且确定了选人用人的一些准则 那么这个习赫兴那个顺利进行 这个习赫兴就指的是新平的 习赫兴 你说的是习赫兴 就是他以前在浙江福建 还有上海那些旧部 现在就是全面要进去 还有他中学的一些挚友 像刘鹤 栗战书 王岐山这种包括都是 青年时代的朋友 肯定会留任的 因为他习赫兴已经一言九鼎了 然后他的一些 还有一些老乡 反正就是习跟他关系比较亲密的一些人 全都会入场入局 这样的话他的这个势力会跟他的恐固 但是就是说 他要不会 会不会这个长期的连任呢 就是他有没有准备他的这个接班人 我估计他不会的 他会长期的这个留下来 而且换一个称号 像普京那样 做总统也是可以的 刚才那个高先生说 就是说 形势所迫国内国外的一些因素 让他进行这个变革 六中全会确实要在历史上留一笔 但是他这样变革这个领导模式呢 实际上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 就是他要做这种 大的一个全球性的一个领袖 要改变像普京那样 就是说他要这个平分那个太平洋 把那个南海变为一个内海 而且在这个治理国家的模式上 他提出了这个治理机制 和这个结构的一个现代化 这个现代化 他强调的就是这个领导模式 一定要改变 说不定呢 这个常委会变成一个咨询机构 他这个总书记成为总统制 然后呢 这个常委会整个变 他有一个咨询机构 然后现在这个军队的模式 也全都改变 他很想把这个西方的这些东西 来集合起来 以这失忆常计以质疑啊 然后成为一个全修性的领袖 那你到时候美国总统啊 甚至普京啊 都在他的下面 他有这个也行 所以他要改变这个中央的领导模式 好的 陈伯宫先生 这个国外一些媒体啊 过于的夸大了这个习核心的作用 或者意义 事实上习核心 并没有跟毛顿比肩 毛根本不用称核心 就一言九鼎 而邓小平是在他快下台之前 提出了核心的说法 他说毛是第一代核心 他是第二代 然后他指定江泽民是第三代核心 但邓小平说这个话的时候 实际上说的假话 因为他冒充第二代 他实际上是第一代 他是开国者 他说第二代是故意把华国锋 胡耀邦赵紫阳给抹杀了 说这个江泽民这个核心是他指定的 本来就来得很勉强 那么现在习近平达到的地位 并没有跟毛顿比肩 因为毛是打下一个江山 建立一个新国家 而邓是翻转经济 使中国发生巨大变化 颠覆毛路线 那邓小平 习近平只是沉寂毛顿路线 怎么可能打造自己的一个牌子呢 所以现在习近平的地位 只是高于胡锦涛 勉强跟江泽民齐平 就称为核心 为什么说高于胡锦涛呢 胡锦涛的确受欺负 当时邓小平把这个核心位置 授给江泽民的时候 那么江泽民后来就失心了 那么江泽民卸任的时候 应该说他把这个胡锦涛 应该称为核心 他就退运了 他没有 而是称一个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主要 这种造句非常荒唐 人家本来就是总书记 就好像说胡锦涛一家三口 所以胡锦涛为父亲的家庭结构 这是什么话 胡锦涛本来就是父亲嘛 说的是多余的话 而且连一个以胡锦涛为首的党主要 都不肯说 都不肯讲出来 意思就暗示真正的核心 还是江泽民 所以习近平上来之后 他就要改变这个局面 他不能让政治老人再当核心 或者说其他核心不能再存在 所以他要蒙求这个地位 蒙求到今天为止 也就是达到了江泽民的高度 而在十九大之前 他所面临的这个中央高级结构 还是这个跟他并不是同行通的离伙人 他寄希望的是十九大 大家所说的他一言九鼎也好 这个跟矛盾比肩也好 还要看十九大 整个的幻界之后 说出未来一年的权力斗争 仍然是相当的激烈 好的 最后还请大家回答一个问题 然后呢 我们会用一些观众听众的评论 我想高温先生请您先来分析一下 我们知道这次这个六中全会 表面上的主题呢 是从严治党 而且重点是说了放在中共的高层 那么我想问问 这个从严治党的这个实质内涵 到底是什么 这种做法 新的规则 条例等等 又大量出台 会增强这个官员的这个约束力呢 还是向心力呢 还是说反而会增加他们的离心力 全党会更团结 还是更分裂 说句换句话说 您的看法是什么 请简短一些一分钟时间 实际上呢 很显然 这个从严治党呢 就是一个紧箍咒 就是给中共官场上一个紧箍咒 就中共官场的话呢 官员们的话呢 只许老老实实 只许顺从听话 不许说三道四 不许妄议中央 如果违反的话 就两个条例伺候 那么我还想简单再说一句 就是说 这个习近平上台 习近平做核心 对中国是福还是货的 这么一个问题 我觉得的话呢 显然是货而不是福 首先从历史的大趋势来看 这违背历史潮流 和人心向背 第二的话呢 从以史为鉴的话呢 毛当年就是确立了核心地位 然后开始胡作非为 最终走上文革之路 那么第三个的话呢 就是说习近平的话呢 他本人的话呢 他这个 这个只是作为一个核心吧 他最后呢 就将成为一个 就是习近平应该是这样说吧 就是说 他是红二代的一个 最典型的一个二杆子精神 别人是有贼心没贼胆 他是有贼心又有贼胆 因此呢 他敢于一意孤行 这对中国非常危险 只要是习近平 在台一日 将党无宁日 国无宁日 民无宁日 好的 程晓东先生您的看法 我觉得习近平现在这个核心 实际上已经把权 主要的这个军警特的权力 都在手里拿着了 在这种情况下 他的地位基本上是稳固的 没有人能够实际上有效地挑战他 顶多搞点小动作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实际上已经不存在 所谓的接班人问题 这个对习近平而言 对中共而言 今后可能 集体领导下出现的那些 所谓的这个 隔代接班人啊 还有这个七上八下 这一套规则 今后恐怕全都会无形中消失 习近平有可能就是中共 最后一个领导人 好的 郭宝春先生 对 我觉得就是说这个习近平 他的地位是比较稳固 比方说刚才那个陈伯宫先生说 还存在一些党内的斗争 这个可能也会存在 但是你发现这个全会的公报里面 他没有说习近平是第四代领导核心 因为强调第四代领导核心的话 就承认了第三代领导核心 江泽民 所以我们还要继续看下去 他可能根本不会成为他是第四代领导核心的 他就只说是一个核心 可能说不定是继邓小平之后的第三代 或者是就是继毛泽东之后的一个核心 所以说他把江泽民现在根本不放在眼里 当然这个清洗还会继续清洗下去 所以这个就导致一个问题 就是到底是活是福 那肯定是一个祸 而且不仅祸这个人民 而且祸党内 就毛泽东那样 把整个政治强委 政治全都清洗 就跟那个金正恩一样 把他脱雇的大臣 他的姐夫都给残忍的给杀了 以后这种局面会经常出现 所以像张德江这些人 你不服的话 他就通过承报 通过政纪委抓你的辫子来 整你杀你 所以这种残酷性的斗争 以后会越来越加剧 当然个人的集权也会加剧的 好 陈伯公先生 请你简短一些 习近平这个地位稳固 当然是稳固 个人是没有受到挑战 但是他并不是周围都是他的人 周围不是他的人的话 政令还是很难出中南海 他追求核心地位 我们看到苦苦追求了四年 才能够勉强辱原以偿 这证明这个一党专政的失败 和接班人制度的无效 我们想一想在一个民主国家 一个领导人靠选举上任 一旦被当选 那就是大权在握一言九鼎 就能够马上的有效的 全面的进行施政 四年时间对一个民选领导人 已经自国理政四年 已经做出了很大的成就 可以足以在历史上有一个定位了 但是在中国 一个领导人四年 还在苦苦地蒙求自己的核心地位 逐渐这个制度的荒唐 所以当中共的喉舌在嘲笑 美国大选的时候 他不如嘲笑自己闭门内斗的 所谓一党专政 所以在这个一党专政下 这个哑句之下的 这个是我所谓哑句之后是悲剧 而且这个悲剧里面还有闹句 这个闹句由于金西宾馆关门 由于这个戒备生年 由于这个记者都不能接近 所以大家都不得而知 有一个日本记者告诉我去现场说 比以前更戒备生年 完全接近不了 而且公安的态度非常粗暴 直接就把他们推开 所以这个日本记者气得都哭了 那么国内的一些中下级干部也说 他们在开会期 根本得不到任何的消息 只会在这个结果之后 得到一个公报 所以这种暗箱操作 这种虽然是传统 但是也反映了里面的权力斗争的激烈 好 最后时间不多 我想留几分钟的给我们的观众互动 那么有一位德国的观众 Christina 这个问题是给高文今天请你回答 就是说他说虽然习近平 德国观众Christina他问 虽然习近平确立了所谓的这个习核心 但是他说民间是不是真的愿意接受 并且拥护这个所谓的核心 那么接下来习近平会不会采取抢制的手段 迫使中国民众接受他的这个核心地位 高文先生请您短评一下 我看了一下网上 可以说是对习核心的这个话题是关热民冷 那么官媒的话都是红色通蓝大标题 但是奇怪的是关闭了下面的评论功能 那么我到美国之音的网站我也看了看 那么报道这个习核心的这篇报道下面的话 可以说80%都是批评这件事情 可以说是一片骂声 因为我想这个话题还要用 至于老百姓会不会接受 我还想用毛的话来说 毛说权威不是人为数的 是在斗争中自然形成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中国也有句老话叫做强扭的瓜不甜 那么如果习近平真想的话 成为众望所归的核心 他必须做出几件大事来 他做不出大事来 这是一场空喜婚 好的 下一位观众朋友叫Ed Chow 那么他是问到 这个六中全会里面没有提到政改 他说从十三大 中共十三大以来一直在提政改 但是政改的这个声音越来越小 那么他问陈破空先生 他说政治体制改革19大 是不是会不再提了 因为之前陈破空先生说19大以后 习还有希望提政改 但是现在请问破空愿不愿意修正以前的说法 陈破空先生您的回应 这个有些误会 我是说的是这个假设和假如做客观分析 既没有报希望更没有报幻想 我们在客观分析中国的政治走向 分析习近平的内心事件 或者是王岐山的个人对景和他的作为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 指明他有两条道路 一个道路就是崇祯皇帝的道路 集权之后为了王朝中心 最后担惊截律 最好是跟王朝一起完蛋 吊死井山 那么另一条道路就讲经国的道路 如果你手中集权之后 能够一言九鼎 没有人反对 如果你说什么另行禁止 你说什么就是什么的话 那反而能够推动民主化 这个当时赵紫阳就说过一句话 说中国民主化只有邓小平可以 为什么呢 说邓小平能一言九鼎 别人都说了不算 所以刚才这个观众说 这次六中全会没有提到政改 如果说我们所理解的政改 他是不会提的 因为为什么呢 他没有到时候 这种在最现在的情况下 我说了中央议会 政治局常委 大多数人都不是亲习的人 只有少数人是习近平的人的情况下 你猛然提出政改 你智慧班 只会这个自遭祸害 那就是从何鲁晓夫 到戈尔巴乔夫的悲剧 从胡耀邦到 只要怎样的悲剧 就会发生 被这个守旧官邸 群体推翻 那么十九大之后 要看他掌握了权力之后 他究竟走什么样的道路 当然我希望他亲而要善 走一个好的道路 那就是走上一个 蒋经国的改革的道路 好 最后一位观众朋友 他署名是独立是唯一的出路 那么他问到的问题 问程晓农先生就是说 习和信的确立 是不是会加剧束缚 中国地方 尤其是南方的 比如说经济发展 或者文化发展 您对这个怎么看 半分钟的时间 程晓农先生 我觉得不存在这个问题 原因是 这个观众提的问题 其实是80年代末期 中国改革开放 在南方社特区的时候 当时是出现这个局面 现在南方北方 整个的政策 经济环境 制度状况差不多 所以不存在这样的问题 好的 有关六中全会 是否确立习和新 与高层人事布局 我们就谈到这儿 接下来我们要谈一谈 中纪委炙手可热 令人生畏 如何改变中国官场生态 请不要离开 我们马上回来 谢谢大家 谢谢观看